巨蟹座下周运势 9月9日到9月15日 实业运势 当水星轻盈步入处女座的殿堂 它仿佛为巨蟹座的你戴上了一副显微镜 让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形 这不仅提升了你的分析能力 更让你在安排工作和项目时游刃有余 仿佛拥有了时间的魔法棒 而水星与火星的六分响 则像是一股创意与执行的旋风 吹散了工作中的阴霾 让你在面对挑战与问题时 总能以独到的见解和坚定的步伐 一一化解 太阳与木星的四分交汇 更是为你铺设了一条通往事业巅峰的金光大道 基于挑战并存 只需你保持那份专注与积极 才华与能力自会意义生辉 成就一番不凡事业 财运越是 下周的星空对巨蟹座的财运而言 是一场基于挑战并存的盛宴 太阳与木星的和谐共舞 越试着财务上的好消息即将降临 无论是投资收益还是意外之财 都让你感受到财富增长的喜悦 然而 金星与木星的微妙三分 也提醒你在享受财富盛宴的同时 需保持理性和谨慎 财务决策需三思而后行 避免冲动带来的风险 记住 智慧理财才是稳中求胜的关键 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爱情运势 在爱情的世界里巨蟹座的你总是那么温柔而深情 下周的星象 仿佛为你们的爱情生活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水星与火星的六分相 激发了你内心的热情与浪漫 与恋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无阻 爱意满满 温馨四溢 而对于单身的巨蟹座而言 金星与木星的甜蜜三分 则像是一阵春风 吹散了孤独与寂寞 让你在社交场合中更加耀眼夺目 吸引着那个与你心灵相弃的TA 请保持真诚与开放的心态 用爱与包容去拥抱每一个可能的美好 健康运势 在追求事业与爱情的同时 别忘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哦 下周的天象 特别提醒巨蟹座的你 要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与心灵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适动运动 以增强体质 注重饮食营养 以滋养身心 同时 也要关注心理健康的平衡与调节 学会释放压力与负面情绪 保持一颗平和与积极的心 水星进入处女座的影响 可能会让你更加关注身体的小细节 与健康状况的变化 记得及时调整生活方式与作息习惯哦 在平衡与自律中 享受健康与活力的每一天吧